直到2020年1月20日 春运快结束至极 绝大多数人才从中南山院士口中 首次得知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 接着口罩迅速成了急缺资源 而38天后的2月27日 我们走访了公司附近的9家药店 其中7家都没有口罩 为什么口罩短缺的问题迟迟无法解决 你什么时候才能买到口罩 要知道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口罩生产和出口国 产量占全球的一半 2019年 中国生产了约50亿只口罩 其中可用于病毒防护的医用口罩27亿只 但在爆发的疫情面前 这完全是杯水车薪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和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限2019的数据 现在哪怕只有第二产业 交通运输业和医疗工作人员复工 一人一天只用一个口罩 每天就要2.38亿只 按2019年全年的产量 只够撑11天 再加上春节假期的停工 和全国医疗资源优先调配湖北 在1月20日后的一周左右 所有人都见证了口罩的价格暴涨 抢购 诈骗 政府的现价 查处 以及最终几乎全渠道的断 对于这种供求关系数量极上的差距 除了紧急提高口罩产能外 没有任何办法 但复工扩产也没有那么简单 口罩产业链可分为上中下游 上游的原材料是石化企业 从原油中提炼出的化工产品 聚饼锡 这种热塑形塑胶会在经融化 塑形成高溶质聚饼锡纤维料 用来生产口罩 目前国内的30余家企业 在2019年高溶纤维料产量 约88万吨 当年只有2%用于口罩生产 如果在今年疫情期间 把这些高溶纤维料全拿来做口罩 能做出2200亿个 哪怕全国14亿人一天换一个 都能用5个月 从近期聚饼锡期货价格 人在走地的趋势也能看出 口罩的上游原料供应 其实并不是问题 但接下来问题就出现了 中上游厂商会把高溶聚饼锡纤维料 加工成无仿布 尤其是溶喷布 在口罩中起到关键的过滤作用 这需要把高溶纤维料 通过高速高压的热空气流融化 再从纺丝微孔中喷出 拉成直径0.3到7微米的超细纤维 像做棉花糖一样 在气流引导下 均匀地铺在收集装置上 利用自身余热 粘合成网 这时的溶喷布只有30%左右的过滤效率 还要再通过高压电极放电等方式 让溶喷布带上一定量的电荷 成为助级处理 这样再靠静电效应吸附威力 过滤效率可提升至80%以上 然而中国的溶喷布产量本就不高 直到今天 在国务院的防空物资对接平台上 近1300条需求中 有一半都是要溶喷布 且根据财新的报道 仅以湖北仙桃为例 当地的溶喷布价格 已从疫情前每吨2.2万元 暴涨至17万元 而这就直接影响了中油的口罩制造商 他们要把无纺布 溶喷布 耳带 鼻夹 组装成最终的口罩 但各种原料 运输 人工成本的上升 总行工资也上幅3-5倍 加之政府对口罩价格限制上涨 两头夹击下 一些口罩厂只能亏本生产 根据工信部的统计 1月20日后20天左右 中国的口罩产能 才恢复到19年的水平 我们粗略估计 这20天国内生产的口罩 约4亿只 而在此期间 主要是通过各种渠道 进口的外国口罩救了中国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 1月24日至2月11日 就有7.3亿只口罩 飘洋过海支援国内 到2月中旬 随着各地复工 扩产以及汽车 电子服装等其他企业 加入口罩生产 国内的口罩产能 得以快速攀升 截至2月27日 日产能提升至380% 日产量已到7619万只 虽然口罩产量不断提高 但下游的口罩销售上 还是很难拿到货 在我们走访的9家要点中 7家从春节后 30多天一直断货 且仍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补货 剩下两家 卖的主要还是进口口罩 即便是采购能力更强的电商 或者医保定点药店 也只能做到预约抢购 要耗分配 因为现在的防控物资 几乎都由政府统一调度 从甘肃省疫情防控小组的 这份通知可以看出 国产口罩必须由先供应 给医疗和生产人员 对普通人来说 买进口口罩反而更容易 尽管目前官方还未公布数据 但我们初六估计到2月29日 中国自产加进口的口罩 能有每天2亿只左右 勉强满足第二产业 交通运输业和医疗人员的需求 不过 随着复工人数的增加 这还不够 国内口罩紧张的情况 大概率仍将持续到疫情 真正得到控制之后 且如果其他国家的疫情 也开始爆发 到下半年 中国的口罩可能还要支援国外 也就是说 2020年 中国将同时成为人类历史上 最大的口罩生产国 消费国 进口国 和出口国 只不过 这或许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是张美洋 如果你想想本集节目 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你可以在微博 微信 B上YouTube 搜索 微信真 PayPalik 关注我们 在微信公众号后 再回复口罩 可我取回口罩的国家标准 我们下期节目见